就之前就是他们把我爸不是骂上了热搜吗 然后这个事情就觉得 我会觉得其实心里还挺受伤的 我就一直都没有敢看那个热搜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在自己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吧 就是觉得法律是我生活中 特别特别不可缺少的一个保护自我的工具 所以想增强自己这方面的意识 或者是说要培养起 自己跟这些专业的人士打交道 郑省一直以来都在了解法律常识 自从郑省自己管理好自己的工作以后 没有团队的郑省遇到了很多问题 于是就常常去律所咨询律师 所以郑省本人也算是有法律尝试的 谁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了代孕 近日网传郑省父母准备离婚 目的是为了转移郑省的财产 因为郑省被张恒神明举报逃税漏税 目前正在接受调查 极有可能面临巨大金额的赔付 虽然逃税漏税还没有定论 但是高额片酬几乎已成定局 国家咋也对娱乐圈是新信心 郑省怎么说也是逃不过的吧 而爽妈的社交平台 关注了很多有关婚恋 法律方面的律师 不少我有猜测郑省爸妈准备离婚了 想要转移郑省的财产 不得不说郑省现在的情况很惨啊 关注我 关注我 关注我